那个川普总统生这个病 谁生病都值得同情 但是问题是 可能对美国老百姓是有好处 因为他本来是大男子主义 英雄主义他不戴口罩的 所以弄到大家也不戴口罩 那他现在戴口罩对很多老百姓来说 既然我们的铁人也倒了 也会染病毒 所以病毒面前人人平等 不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病毒面前人人平等 所以他也没办法 他也只能 这样所以对老百姓可能会习惯戴口罩 对普遍来说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倒数三分钟 大师好 你好你好 大师这个是画碟 OK 你家里就跑前面来 画碟 你的那个 露个脸 不是 但是你的名字是什么 在这个 谁叫罗超 超罗 超罗 我把我的那个视频那个改一下 我把名字改一下 对 否则搞不清楚谁是谁的东西是吧 对对对 他为什么有时候老是 没有你把你的名字拼给我好了 提娜这就是他就是提娜一美 我把它换一下 你只要发一下声你就跳到前面来 OK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那个上来吧 你上来吧 哎 好的好的 这位联席主持人 OK 行 好的 好的 哎 哎 还有谁 还有Tina Tina也跟大师说一声 大师好知道 对 你讲话 你就跳到前面来 大师你好 哎 你好你好 Tina好 我看到了 OK 一发声就跑到前面来 想要出名 想要出头就往前走 就要发声 就要发声 OK 好 我会把你的社会联系出声 还有 还有一个张欣元 他正上了 OK 怎么样 每次基本上还是还是还是我觉得 好的 好 拜拜 来 一个两个三个 OK 我看你我都没我我我也见过你吗 那个 我都跟你照过好多好多次照片了 有一次他上一次在打你 在宁会啊 对宁会 还有出去旅游好多地方 上次在坎坤 临走的时候你跟你夫人两个我还在那个路口遇到你 哎呀我你看我我气息最不好 你那么多人你很正常吗 你说你是什么位阶 我说我是红宝石 哎呀我相信多少红宝石啊 我都不知道我红宝石我都不认识那小子 还用发吗 我 我就告诉你啊 我就骂你 罚载我告诉你 拉着耳朵冲着墙说我做了 到最后天天问我密码 OK 我就发我就发 我刚才搞一个东西 OK现在开始哈 那这个等一下那个谁上来的时候你再提起我一下 他讲话的时候我走了 他先去说句话大师就知道你上来了 啊你好大师我是温哥华张兴云 啊OK 那 温哥华张兴云 OK好好 没有 那是吧 那是吧 好 变成联合主持人 请 OK 嗯 那是吧 等下一下马上就开始啊 好的 很快哈 我觉得我们一轮七个讲员哈 就是这样 轮下来差不多就快两个月 一个月 一共一共一共四个礼拜的话 三个礼拜七个礼拜 所以我们我们算第二几了哈 上个礼拜我讲的 算是开个头吧 但是好像这个带头作用不太好 因为一讲讲了两半小时快三个小时 啥不自测 所以 今天如果是 我们尽量放在一个小时里面 如果就是超过一个小时大家有事的可以先离开 如果有兴趣能听的话我们再继续听我们会适当延长一点点 可以接受一些问问题啊或者 讲一些 讲一些 细节的东西 OK 还有呢就是讲今天很荣幸啊我们也请到这个卢比老师 卢比医生来 跟他的团队 来讲这个 酵素 我觉得 酵素真的是要好好讲一讲 因为我发现卢比老师讲科技有特点 讲完以后我马上小孩要去 他讲什么我就要去吃什么 我看到这个 这个谁懂得背后的科学道理 非常重要 而并不是光光讲 一个产品而已 我们曾经有 古人都告诉我们要细脚慢咽 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快速的这个生活节奏 你蛮难做到细脚慢咽 所以都是 都是快餐 快速快速的吞咽 所以这里面本身如果我们 在组绝的时候 跟我们的唾液 就会产生酵素的 但是如果我们很快就吞下去的话 根本来不及产生 适量的酵素的话 对我们消化吸收是相当不好 那日本人还曾经写过一本书 就是讲细脚慢咽 他叫正常的一个人 如果吃一口饭的话 是应该嚼75次 我看了书我都吓死 嚼75次 现在在线上的人 吃饭也没嚼45次 就往下吞了 还嚼75次 所以以前讲这个 细脚慢咽的话 那起码也是应该的 就是如果吃一个饭 真的是 不过以前古人可能 吃饭时间比较多 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不一样 所以可能更累的紧张 所以就需要有一些 就需要有一些 就像是在其他那段 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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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师 很高兴 我们现在第二季的 这个讲座又开始了 我们又能有机会 和大家在这里 再一次的相见 而且这次相见呢 又正好在我们双接之后 那么双接之后呢 我们肯定很多伙伴吃了许多的大餐 吃了不少的鸡鸭鱼肉 就是已经更加需要我们今天的这堂课了 那么我们今天这堂课实际上是和上午期的 我们肠道的健康一升级是有密切相关的 我们知道我们肠道的健康 肺肠道的这个几大产品 我们也叫做五健宝 那么其中的就是一升级 再加上今天的我们这个教素 因此呢 我们这个今天的讲座 就是结合上一期的讲座 是联系下来的 如果伙伴们已经了解了一升级 那么今天非常有必要 再了解一下 他的情侣 也就是超级教素 他们俩可以说应该是一对情侣 应该是出入成双的 我们今天因为可能有一些伙伴 第二上一期的讲座没有听到 那我们这一期的讲座实际上是上期的延续 我们在上期上重点的详细的介绍了消化系统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简单的给复习一下消化系统 另外呢主要给一些就是这一次新来的伙伴 就是漏掉上一期讲座的伙伴们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我今天跟这么四个方面进行讲解 第一个就是对消化系统进行一个简单的复习 第二个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实际上我们会出现许多的常见的现象 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教素与健康 那么当然我们肯定要讲一下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产品 就是有三个教素 这是今天的我要讲座的这么四个方面 关于消化系统我们大家都非常重要了 它的组成呢说简单也比较简单 说复杂比较复杂 它从我们口腔开始一直到杠门结束 在我们口腔到杠门这中间的这么长 它有许多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首先口腔里头就有我们唾液线 分泌唾液的为什么今天又讲呢 这个唾液里头实际上就有许多的这个酶 我们教素实际上真正的教素 对人体健康有作用的教素实际上就是酶 因此呢我们一到口腔中就有蜂蜜这种 唾液线就有分泌这种酶的作用了 我们大家看这个图 因此呢消化道就从口腔 就开始有我们的这个肥的分泌了 一直到食道到胃 胃有更多的酶的分泌 甚至到这个银线都可以有很多的消化酶的分泌 因此呢我们消化道的组成是非常非常重要 它既有管道的部分又有线体的部分 那么我们上一季的讲座中重点介绍了肠道 那么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讲和我们这个教素相关内容 相联系的一些的常识的分泌 我们知道了我们人体消化道的组成 也知道我们人体消化系统 以及一些腺体是分泌很多的消化酶 也就是我们今天有关的重要的课题 这些消化酶对我们的人体的影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 而且我们大家已经知道了 我们上一季重点讲的肠道 这个肠道呢我们都清楚 我们许多的营养成分 可以说百分之百的营养成分 都要通过我们的胃肠道进行吸收 百分之九十的毒物啊 代线产物啊 垃圾的东西都要从肠道住排泄 而且肠道 胃肠道是我们人体的最大的免疫系统 它占着我们人体的百分之七十的免疫的功能 因此呢 肠道是我们人体的最大的加油站 最大的排毒场 也是我们人体的最大的免疫器官 我们了解了肠道消化道的这些组成 以及一些其中的一些的功能 尤其是消化线分泌的消化液 那么今天和相关的主要是从口腔的 口腔的唾液线一直到我们消化道的 到这个一线的到位的分泌的这些的消化酶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我不知道有多少个伙伴能有这样的现象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经常不吃早餐呢 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伙伴就是忽略了重要的早餐 那么又有多少人非常偏食 不喜欢吃肉的人 不喜欢吃菜的人 或者只喜欢吃肉 鸡鸭鱼肉的人 我们是不是有时候由于工作的忙碌啊 经常不吃的报饮 我们是不是经常不吃的报饮报食 我们很多人 尤其是中国的海底 非常愿意喝的这种碳酸饮料 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想要 这包括我们的口气的 我们的决定 对老师 等一下我把 你把他决定一下 这个SGP有关系 谁啊 谁啊 我给了谜特了 大师 我都搞不搞不懂是谁 OK 那你请 OK 那每天的食欲怎么样呢 我们是不是有时候经常就是排气 就是放屁气味非常难闻呢 而且我们的大便怎么样呢 我们的睡眠又如何呢 我们每天的情绪是不是比较情绪化 或者是不是比较易激怒呢 这些现象我们都可以作为 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检的一个指标 我们仔细地检查一下自己 看这里有哪几个条件你符合了 如果你符合的条件越少 说明你的身体 现在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我们肯定在我们的生活过程中 都会遇到这样的现象 我们不但经常出现了感冒啊 闹咽咽咽呀 甚至出现一些身体的皮肤的过敏啊 实际上都和我们人体的披抗力降低有关系 甚至我们大便 长期的便利 蹲措措 入就是入措非常困难 甚至几天不能排一次大便 经常感到贫贱 甚至口臭 甚至尤其到女性啊 生孩子以后啊 尤其男性啊 经常的喝酒啊 都出现了一个啤酒度 我们遇到了一个快餐 是不是经常的就是 大吃大喝 暴饮暴食 我们控制体重 控制以后体重又反弹 又继续增加 不知原因的出现了皮肤的痘痘 甚至皮肤变得灰暗暗黄 甚至出现了一些的色素成长 很多的人就是在我帮助的朋友伙伴中 很多的人都出现了这种便利 或者是失眠 经常到晚上 入睡上行之后 入睡困难 不停的数羊 数了多少只羊 甚至都是无效的 而且有很多的人 由于工作的 和现在锻炼的机会 工作忙力 整天拥愁 就是拥愁更多 尤其男士们经常抽烟喝酒 甚至缺乏了运动和锻炼 一做就是一片 实际上这样的现象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是比比解释的 数不数 顺数不数 那么我们怎么样 能够像这些人似的 有一个苗条的健康的体魄 有一个经营透明光洁的皮肤 甚至到年老年迈的时候 仍然是没有病痛 没有失眠 没有便利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人 都幻想有这样的生活 如果我们要想获得 和他们一样的这种状态 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要块 就是教素 教素和人体的健康 那个Lubia 我想插一句 你说 当年好像我记得是 08年09年 有莎拉在年会上面宣布 我们有效素的时候 我们出版效素 像今年年会 不是有什么那个 stress吗 OK 当年就是公布 我们今年会出效素的时候 整个arena 整个体育场 全体起立 欢呼 很多老会员 包括美国老会员 最早的90年代 一直到 我们终于出效素了 我们终于出效素了 所以那时候真的是 那场面我到现在还记得 谢谢我参与了 对 这是蛮激动的 那时候我们有效素了 您这个分享补助非常好 因为那个年代 我是很遗憾 还没有认识有三纳 但是呢 当我认识有三纳 我就从酵素开始着手了 因此呢 我对酵素是情有独主 就像您说的 这个酵素呢 是我的挚爱 也是我每天 必带的身上的一个宝贝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 酵素和我们人体的健康的 这个重要性 那么我相信通过 我今天的给大家 这个讲座的分享 大家从此以后 也会和我一样 对酵素情有种种 也会和我一样 非常的热爱酵素 也会和我一样 能够做到酵素不离手 今天呢 我就详细地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酵素 到底和我们人体健康 有什么样的关系 刚才大事已经说到了 08年酵素 在我们公司刚刚问世的时候 全场起立患乎 大家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来看这张患动片 我们身体的 所产生的酵素 实际上是非常有限 如果我们把我们人体的酵素 入境了 我们就不能够进行 更好的出分的 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 就可以导致我们人体的健康 寿ioso生命导致我们人的寿命的减短 因此如果要享有一个健康长寿的身体 我们必须要从食物中补出充足的酵素 现代人所硕起的食物 酵素就是这个来源实际上普遍不足的 这是现代人慢性病 呈景喷室爆发的最根本的原因 这句话是我们一个医学国师 爱德华博士 他在很早之前就告诉了 教素是和我们人类健康 以及和我们寿命是有密切相关的 他就是我们确保人类健康和寿命 长寿的一个关键的密码 他是一个率先提出的这个理念的人 他是一个医学博士 这就是为什么大师刚才讲的了 当知道教素有这个作用 或者知道教素和我们人体健康寿命有关的时候 我们公司教素问世 能有这么强烈的反应 能全场其力关注 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而且不止这一位专家 我们同时在1997年 由美国英国丹麦的三位学者 都对教素进行了科学的深入的研究 他们一致认为 教素可以储藏并转化动能 他们做了大量的科学的先期病的研究 并且因为这项研究 教素的研究 他们发现 人体的教素就是我们的生命之源 就是我们的生命之国 由于他们这项的研究 获得了诺贝尔化学检 同时呢 这个波尼尔教素 波尼尔博士 他比喻教素比喻的非常非常的形象 他说这个教素就好像我们人体细胞的货币 如果没有了教素 我们根本就没有生命 这说明什么呢 这更加说明了教素 对于我们生命 以及对于我们人体健康的重要作用 如果大家能够仔细的理解 这几位诺贝尔德奖科学家的 这个关于教素的 给我们大家的进行的温习的提醒 我相信大家从此以后 就会跟我似的 不会离开教素 因此呢 我们教素就是我们人体的生命之源 实际上 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的教素 但是很多的教素并不是霉 我们教素可以说 可以是霉 就是有一种霉可以是叫做教素 但不是所有的教素都是霉的 所以教素是霉 但霉并不都代表是教素 这是怎么说呢 这个可能比较绕 就是很多的霉 它可能就是教素 但教素市面上的教素并不是霉 这个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的重视 我会在接下来给大家强调它的重要性 因为真正的教素就是我们这里提到的霉 它是我们人体本身所产生的一种 具有催化能力的蛋白质 但我们人体中或者任何一个活的生物体中 我们一天24小时有数不定的这些化学的反应 我们几乎每一个化学反应都需要在这个霉的催化作用下 才能够得以正常的进行 因此这个霉就是维持我们生命细胞活性不能够缺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 同时呢 它也是我们人体细胞的重要的组成的成分 因此当我们体内这种重要的教素就是霉 它的多少 是决定了我们人体健康和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所以说我们人体的健康就是由我们体内的霉教素决定的 如果体内的这种具有活性 具有催化作用的霉减少了或消失了 我们的生命就会停止 因此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人的寿命是和体内的潜在的 这些有催化作用的这些霉有密切关系的 而且它和这些霉的消耗度是同一反比的 我们通过食物通过外远性的补充 可以补充我们人体 新陈代谢必须的这种具有催化作用的霉 同时呢减少我们体内 我们体内我刚才就讲到了 在消化系统中给大家已经介绍了 我们口腔里的可以分泌的一些唾液里头就一些腺体 那么到我们的胰脏啊胃啊都可以分泌一些腺一些霉 如果我们通过外界的补充能够减轻我们人体内在的这些分泌器官的霉的分泌的消耗 大家可想而知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我们体内虽然有这些分泌霉的这些器官 有可以产生自己产生一些消化霉 但是体内的这些消化霉随着年龄的增长可是逐渐的减少 而且如果我们在不对这个体内的这个酵素分泌的这个活性的霉 我们随意的挥好不加以珍惜爱惜的话 我们可能就消耗大量的这个酵素了 我们消耗大量的酵素可能就会出现这个酵素的严重的不足甚至缺乏 最后就会导致我们疾病的发生慢性病的形成 我们酵素的含义实际上非常广 刚才我简单的说了 它就是具有催化作用的一类酶 这类酶对于我们人体的细胞的新陈代谢 对于我们的人健康和人体的作命 有着至关重要的依赖 根据我们实际的生活中 我把这个酵素给大家简单的概括总结 分为这么几类 我们人体分泌的这个酵素也叫做潜在的酵素 也叫做体内滞留酵素 我们同时还可以从外界设起酵素 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而且是我们每天都必须要做的 一件事情就是一样 及时从外界补足设起一些酵素 我们这些设计的酵素 真正好的酵素都是植物提取的酵素 都是通过我们入口的蔬菜呀水果啊 一些的植物提取的一些酵素 一些植物的精华 因此呢这是外部的酵素 我们体内的内在的酵素 根据它的作用和功能 我们分为两类 一种叫做代谢酵素 一种是叫做消化酵素 我们代谢酵素 就是用来维持我们人体的生命 来确保我们人体的细胞 每天能够进行非常好的新陈代谢 进行细胞的更新 进行细胞的重生 这一系列的酵素的反映 我们叫做代谢的酵素 它是不是也会影响 人的细胞里面的端粒 是这样 您说太多 细胞里有一个 就像您说的这个酵 特殊的酵 就和您刚才说的这个 有一定的关系 它也是一种酵 所以说它是对细胞的 很多都有影响的 很多的功能都有影响 代谢的酵素 这是属于代谢的酵素 主要是影响了 我们人体的这些细胞的 一系列的反映 包括的我们细胞的 新陈代谢 更生 修复 以及细胞的重生 它都有一系列的这个过程 它都是参与的 因此 酵素 就是决定于 我们人体是否 它的多少 就决定定于 我们人体健康 以后 决定于我们人 是早得慢性疾病 还是晚得慢性疾病 还是不得慢性疾病 这是非常重要 这是代谢酵素 那么消化酵素呢 一样是缺乱不可 消化酵素的 它的主要的功能 就是将我们吃进胃肠中的食物 能够帮助胃里的食物 更好的消化 同时呢 又帮助这个食物 更好的进入我们的肠道内 在肠道内进行更好的吸收 而吸收的食物 就重新通过了肠细膜 肠内皮的细胞 就回吸收到血液中 回吸收到血液中呢 就是运送到我们人体的各个组织 各个细胞 各个器官 各大系统 就维持我们这个生命 维持细胞的代谢 就在发挥代谢效果的功效 因此呢 这个酵素呢 根据它的功能 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为这么两类 这也是针对这个 消化酵素和代谢效果 给大家进行了一个 更好的一个讲解 我们可以详细的看到 我们消化酵素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 主要是把一些吃进口中的 大分子的食物 大分子的物质 比如说蛋白质啊 脂肪啊 碳水化合物啊 进行非常好的分解 分解成小分子的物质 只有小分子的物质 分解成那种小分子态 小分子的态 您说态对了 就这些小分子的物质 才能通过我们肠道的 内皮细胞 进行更好的回吸收 然后才能运行血液 在血液循环运速到 我们人体的各个地方 这是消化酵素 那么代谢酵素呢 就是我们把一些有用的 对细胞有用的这些的物质 我们给它进行更好地合成 在一些催化的作用下 起到了一系列的 每天的甚至每秒 都有多少次的化学反应 这是我们代谢酵素 取的一个作用 它是更好地满足我们 人体的血液中组织间液 甚至我们淋巴液中 以及各个组织器官 各大系统 满足这些的营养需求 同时呢 可以帮助我们体内的 银住自由基和代谢废物的 更好的排泄 因此呢 我们这两个酵素 它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缺也不可的 我们人体的酵素 实际上是有限的 这就是刚才这几位 路贝尔得奖的专家们 科学家们 一再提醒我们大家 要重视酵素 我们酵素一生中含量 是非常有限 我们在 就是儿童之前 10岁的时候 酵素含量是最高的 到20岁 酵素就开始急剧减少 到50岁的时候 酵素已经减少得非常好 到老年人可以说 酵素更是缺乏了 因此呢 我们可想而知 从10岁 它酵素含量是厚的 那么20岁以后 酵素都开始减少 因此呢 这个酵素的补充 一定要及时补充 而且我们虽然 在我们人体的 我们有一个 各式各样的 这些消化线里头 能够分泌一些的 这个蛋白 但是呢 我给大家举这么一个例子 我们人体的分泌的蛋白 实际上都相当于一个银行 如果我们这个银行 我们一出生 这个银行的这些 分泌的消化酶 就在这储存了 但是呢 由于我们只出不进 什么意思呢 别空头了 对 我们只出不进的话 最后我们就被造成赤字 我们人体的酵素也是这样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私意的挥霍我们的酵素 而我们不给它进行 及时的外界的补充 它会到来导致几个 对我们人体福利的结果呢 第一个 不好意思 当我们这个酵素 如果我们吃了一些大餐呀 或者我们吃的这个 暴饮暴食之后呢 我们必须要通过酵素来消化 也必须要通过这些酵素来代谢 因此呢 我们就要动用我们这些消化酶 我们就可能增加我们人体的 最主要的增加我们这个 一线的功能了 那么呢 我们久而久之 长期这样的 可能就导致 我们一线的 尤其是非特细胞 移导非特细胞的功能的减低 就是一线的功能减低 因此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说 如果我们肆意的挥霍 我们这体内的潜在的酵素 最后导致我们体内的酵素 所剩无几的时候 我们各式各样的慢性病 就会出现了 它首先导致我们几个主要的 内分泌器官的功能的减退功能 就障碍 这是其一 另外呢 随着来我们 由于消化酵素的缺乏 我们就导致消化系统的疾病的出现 由于代谢剂酵素的缺乏 就导致和细胞相关的疾病的出现了 因此这是为什么 有的科学家说 酵素的鼻祖说 我们酵素就相当于一个灯泡 你如果没有电源的话 灯泡是不亮的 如果我们人体缺乏酵素的话 我们就相当于这个 没有光亮的灯泡一样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酵素的重要性 因此呢 从现在开始 一定要及时补充 因为当你听了今天的讲座 可以就说 这是你重视的开始 亡羊补牢 维持未满 因为我们这个酵素的体内的量 随着年龄的增长 它的含量是逐渐逐渐的减少 如果我们日常补充不及时 我们不但酵素流逝过多 同时呢 我们这个酵素 肯定会导致长期的 九十九十的体内的缺乏 因此呢 相关的一系列的慢性病 就会由此产生 所以说 朋友们 你们说酵素的补给重要不重要啊 重要 太好了 而且是不是尽早补给越早越好啊 不要等到七老八十的时候再去做呢 我是每顿饭都吃 太棒 真棒 那么 为什么我们人体酵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 它减少了呢 我们虽然有这些的内分泌的器官 内分泌的线 仍然分泌这些的消化酶 但是 它的酵素 却是足年在丢失 这个原因实际上是很多很多的 最主要原因 我们本身的自身的生物状态 大家都知道 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机能 逐渐变成老化衰退了 而且呢 我们的人体 逐渐总向衰老 我们的新陈代谢 逐渐的减慢 因此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呢 我们现在的污染太大了 各式各样的污染 空气的污染 水质的污染 种植物的污染 甚至我们养殖业的污染 我们可以说污染 无处不在 我们这个污染呢 而且不是我们人能改变 我们有这么一句话 不论你再有钱 再有权 你可能能买来特供的食物 特供的水 但是你买不来一口清新的空气 大家说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污染的存在 尤其这个空气的污染 甚至包括现在辐射 由于科技发达了 我们实际上辐射无处不在 只不过我们每一个人 都已经大意了 都已经不重视了 那么除了这些环境污染 导致的教父的流失 我们饮食方面 现在很多的就是烹饪的做法 也是导致了我们教父的大量流失 为什么呢 我们教素实际上 它是存在于生冷的食物 尤其生食度 它遇到温度 尤其当温度 过50度以后 它活性就丢失了 因此呢 我们都是吃进的口中的食物 都通过加工的 都是各种的煮啊 蒸啊煎啊炸啊 因此可以说教素 基本全都美 这是其一 另外呢我们即使补充一些 这些生食 我们蔬菜水果可以吃生的 但是呢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种植过程中 除了农药 这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们杀虫剂 除草剂 甚至化肥激素 可以做比比皆是的 因此呢 我们不但补不到酵素 可能补的东西 都是这些的 对人体的健康 有害的物质 另外呢我们现在的 由于生活的压力 工作的压力 学习的压力啊 甚至人事的关系啊 导致我们真是压力山大 我们导致了 甚至从小孩我看到 就有这些心理压力的形成 我们这么多的压力 加上环境的影响 饮食的影响 加上我们自然的 生理状态的改变 可想而知 我们这个体内的效素 怎么可能不丢失 又怎么可能不消耗呢 我们大家知道了 酵素按功能 我们给它分为两类 是消化酵素 概谢酵素 这个图用了很长时间 我为了便于大家理解 才把它 这张幻灯片做了出来 我们这个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两种 酵素平衡 当我们这两种酵素 在体内达到动态的平衡时候 我们人体才能够健康 如果一旦当我们的酵素失衡 尤其是代谢酵素 显著减少的时候 我刚才反复给大家讲了 代谢酵素是我们人体的 催化剂 一种人体新陈细胞 代谢中生化反应过程中的 一种催化剂 它是我们所有的生化反应中 不可缺少的物质 因此呢 一旦它缺失了 我们就会引起各种各样的 慢性性疾病 因此呢 我们平常一定要注意 预防防范为主 就是防范我们体内的 酵素的过量的丢失 而且确保我们体内酵素 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 这是对人体健康和不生病 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大家都知道 食物 入口的食物 经过我们口腔啊 经过胃的消化呀 最后又到这个小肠啊 通过酵素啊 消化酶的代谢啊 一系列的 经过消化吸收 最后到达血液 没有吸收的残渣呀 就可能通过杠能排除了 那我们这人体的 为什么要补充这些的消化酶 就是为了更好的减听 刚才我给大家已经举例的 一项的例子 决清我们这些脏气的 它的消耗 它的器官 你防它用过度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器材 都有使用周期的粘线的 因此我们补充 及时的补充人体的这个酵素 可以更好的帮助 我们食物的消化 吸收和代谢 同时呢 它能够将我们入口的食物 比如说蛋白质 我们通过我们蛋白酶 转化成氨基酸 我们糖类通过淀粉酶 转化为普通糖 脂肪通过脂肪酶 转化为脂肪酸 因为我们吃入口中的 肚子中的蛋白质 糖类脂肪 它对我们人体的细胞 必然不能吸收的 我们只有借助 我们补充的这个消化酶 将它们转变成 人体细胞 能够利用 新陈代谢的氨基酸 葡萄糖脂肪酸的时候 才能对我们人体的细胞 真正的有一个作用 因此呢 这个消化酶 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今天 反复强调的几点 这就是我们的碳水化合物 就转为细胞 需要的食物 我们蛋白质 都是转为细胞 相应的需要的食物 它这个作用的原理呢 实际上 我也给大家 通过补充的煤的这个催化作用 转变为我们人体细胞 新陈代谢所需要的能量 因为没有这个消化煤的催化 我们很多的化学物质 化学反应都不能够进行下去 很多的营养物质 都不能够转化为细胞的能量 而如果没有这些煤的作用 我们吃入口中的营养物质 可能就变成了身体的有害物质 可能就变成了垃圾 甚至就变成了多余的脂肪了 因此朋友们 我们及时补充我们这些消化煤 对于我们每日入口的这些七大营养素 能帮助我们七大营养素的吸收代谢 能帮助我们七大营养素的 更好的在煤的作用下转化为细胞的能量 帮着细胞的生长和代谢 这是非常重要 我们酵素的功能很多 我们为什么要补充酵素呢 功能很多 这也是我特意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图 我们它可以非常好的来帮助我们内分泌的系统 帮助我们人体的激素的释放 和我们人体的一些的免疫抗体的分泌 这是非常重要 同时呢 它加速我们细胞的新陈代谢 有助于新生细胞的形成 而且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一点 它可以有净化血液的作用 维持我们体脂的酸碱平衡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大家可能都清楚的 就是它有清肠排毒啊 减肥养炎呀 但是呢 可能大家不知道的 它还有抗击消炎增强免疫的作用 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许多的有三大的伙伴 它也用着营养素 但是呢 它可能忽视了补充这个酵素 我建议大家 从今天开始 你只要用着营养素 甚至你没有营养素 更要补充酵素 你用着营养素 也要补充酵素 为什么呢 因为酵素和营养素同时和用化 它能够促进我们这个人体对营养素的这个肠道的 改善肠道的功能 加强我们为肠道对所不用的营养素的更好的消化吸收和代谢 卢比老师 但是必须的 而且我们吃一下这高剂量的这个 全面的营养素 能够跟酵素配合 它吸收的更好 等于你投资 你的回报是极大化的 是啊 您说的太对了 就是可是一看的 有时候有一些的朋友们 他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啊 他认为我没有 胃不好啊 我胃肠道功能很好啊 你为什么让我吃酵素呢 他就说这就因为他对教授是什么还不懂 所以今天您安排的这堂课非常有必要 大师 我们就是不是教授 不是这只对一些胃肠道有疾病的人才有作用的 它是适合人地球上每一个人男女老上 因此呢 它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广 谢谢大师 你刚刚讲的催化剧作用 我特别有感想 我从小化学学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知道两个东西要用 我的催化剧是起关键中用的 这个很重要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详细的图 就是我们这个教授到底有什么作用 就是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分享点的小秘密 这小秘密呢 可能有一些伙伴还是想为人知的就不是教授的作用 我们可能知道的今天介绍的都有了 但是呢 实际上这个教授呢还有一些的其他的作用 其他的作用什么作用呢 可能大家不知道 他有一个镇静安民能加清顺利的作用 所以说 对 这个作用非常非常好 而且呢 我再告诉大家 他有改善性功能 提高性活力的作用 对 是 比较显微丽知的 其他的大家都知道的 我就不讲了 而且他还有一个 预防止异性的皮眼 预防止异性的脱法 可以说这些作用可能在别的地方大家很难得到 因为我用这些帮助了很多伙伴 所以说 我在这里今天毫无保留的给大家都分享一下 谢谢 我们很多人都担心一个呢 担心我教授用 尤其是我这儿 我只要是伙伴 我都让他用 不让他停 他们有的说 你这个不是未尝到的吗 你这不是排毒的吗 我们现在不需要的 我已经吃了 吃过了 我就要停了 我能建议大家都是告诉他们不要停 为什么呢 这也是我确实 这次讲过 有很多的表格 是我图是精心准备的 那么我为了便于大家的理解 我又在这方面 因为我们在实际的 就是事业开展过程中 不论是新会员 老会员 甚至前的客户 可能都会问到这些的 因此呢 教授永远不要停 没吃的抓紧吃 吃的有条件 你要长期吃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教授 通过我今天讲解 它就相当于我们一个电灯的通电 如果一个灯泡 你有了灯泡 灯泡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人体 如果你有了灯泡 你没给通电 这灯泡是没有光亮的 我们人体如果 就跟这灯泡比喻的话 你没有教授 那么你就是相当于不发光的人体 不发光的灯泡 因此呢 教授确实是非常重要 它不像一些药物 尤其未尝到的药物啊 一些止疼药啊 致酸剂啊 都是对症的 而我们教授是从根本上改变这些问题 而且呢 它可能因人而疑 它这个改变的效果可能有太有慢 但是呢 药物呢 尤其是什么药 治酸剂 可能你除了 会吃上 马上见到效果 但是 有非常重要 我们 药物的剂量 非常严格的把握 而我们教授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不严格 有时候我们吃了大餐了 我们可能这个大餐 多吃两例 多吃三例 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药物 你多了 你可能就会中毒 多了就可能出现 严重的不作用 甚至不多 你只要吃这个药 它都有自己的病 而这个教授 没有任何的不作用 而且我们一些的 尤其未尝道的 这些消化的药物 虽然它起效怪 起效非常快 但是呢 一旦停药以后 我们很多的症状 都会再次出现 但是我们这个教授 你用上了 一旦你改善 你就彻底改善 因为它是修复我们人体细胞 而且它的效果 可以说是 大家都能感觉到的 我们用任何一个药物 不可能达到分支 但是我们用教授 可以让我们细胞 从此获得健康 因为我们人体 都是细胞组成的 我们只要细胞健康 人就健康 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大家明白 这个原理的话 细胞健康 人就健康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该 对我们人体做些工作 而且这个 我们要不但对人体的毒性 对细胞的毒性 是我们老百姓 肉眼看不见摸不着的 而教授对人体细胞 不但没毒 它可以帮助细胞 更好的清晨代谢 补足性胞 清晨代谢所需要的能量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们教授 对身体你长期不用 百利而无一害 但是这个药物呢 大家都可想而知了 试咬三分毒啊 所以说这个可怕程度 就不言而喻了 你们注意 这个表格是宝贝啊 现在已经过去了 没有拿下来的人 给你们上些药 这是精华 对 这是我确实花了半天时间 给大家总结归纳 真的 真的 我是感觉到 好 那么我们既然这个酵素这么重要 而且大家也发现了 实际上有很多的朋友 包括老百姓都意识到酵素的重要性了 因此呢 大家都开始可能去服用酵素 购买酵素了 很多的商人也抓住了这次窃集 抓住了酵素对人体的 当这诺贝尔奖问世以后 酵素研究以后 很多的商人都抓住了这个窃集 都开始生产的酵素了 但是呢 为什么我在这里要提有三大的酵素 有三大的酵素 首先它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东西 因为我刚才跟大家已经讲了 我们酵素不一定是酵 但是酵可以称为酵素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只有酵 它才是蛋白质 有的市面上的酵素 之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定为酵 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会慢慢给大家讲 而且这个酵素呢 非常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趣 有什么趣呢 我们这个酵 我指的这个 大家看我这儿啊 为什么我用的是这个 把这个消化酵素用的 Digestative Enzyme 我把这儿用重点一个红的圈上来 就让大家来体会到 我们是酵 而不是市面上的普通的酵素 而这个酵呢 它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这么强调 实际上这个酵 我刚才说了 酵 只要是酵 它就是蛋白质 而且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蛋白质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酵的活性非常不稳定 它在高温下 活性就可以失去活性 它受温度的影响很大 而且呢 一般的酵 很少耐受50度以上的温度的 就它的活性 而且这个酵呢 它有些酵是适合在酸性环境中起作用 有些酵呢 适合在碱性环境中起作用 有些酵又适合在中性环境中起作用 只有酸钠的这个酵 它适合在任何的环境下都不受影响 它不受酸碱环境的影响 它对这个活性 对这个环境没有任何的要求的 而且呢 我们酵 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性是什么呢 它非常专一 它就相当于钥匙和锁一样 这是什么意思 一种钥匙我们知道只能开一盘锁 而一种的酶 只能作用于一种的物质 一种酶只能作用于一种的物质 但是呢 我们有三纳的这个消化酶 就一种不同 而这酶 由于这个一般的酶的 它的这个单一性 所以它只有一种功能 就是 而且酶种的酵素 它是各司其职的 它各司其职共同维持 我们人体的各种机能的正常运转 包括我们肌肉骨骼的运动啊 神经信号的残导啊 包括我们正常的呼吸啊 心跳啊 我们大脑的思考啊 以及食物的消化吸收代谢啊 甚至加速一些毒素的排挤 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都离开酵素的这个催化作用 因此我们有一句话 没有酵素 我们人体就相当于没有的生命 我们之所以说 有三纳酵素与众不同 有三纳酵素有八种成分 这八种成分 其中有七种酶 有一种朝鲜籍的萃取物 我们这几种酶和萃取物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蛋白酶 我们看看脂肪酶和糖 淀粉酶以及纤维素酶 我们是他们对人体的重要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它的酶主要是通过帮助 一新消化这个食物来减轻疑脏和肝脏的负担的 我在这之前也给大家介绍 我们这个消化煤就有这个作用 同时它可以支持我们健康的消化系统 它与胃酸一起作用 在胃内分解一些食物 同时将这些食物送入到肠道 在肠道内又在移煤的作用下 将这些食物进行进步的消化 而这些煤是一些基于植物萃取的煤 继续在肠道内保持它的生物活性 而在整个的消化过程中 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消化吸收代谢的作用 大家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有三大的煤是植物的提起煤 有七种煤都是来源于植物 包括一种朝鲜籍来源于植物 这些煤可以持续的在肠道内 维持它的母性 而从而维持整个的消化吸收代谢的功能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同时呢 这个朝鲜籍大家都知道 这个萃取物为消化的功能 又提供了额外的功能 它有一点大家可能不知道的 它可以帮助植类食物的更好的消化 减轻一些服用脂肪 一些消化不良 有些被脂类代谢有问题的 尤其大餐的以后 它非常好好的一个作用 同时呢 它可以保护我们人体的肝脏 修补我们损伤的细胞 尤其修补肝脏细胞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呢 我们消化煤 有三大股消化煤 已经是我们就是 每一顿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了 它主要是天然的 混合的煤 是植物煤 这是很重要的 这些煤 我又在这里给大家资金了 好不好 这都是我 我敬请给大家资金的 老师我插一句 很多时候像过节啊 朋友聚会啊 我们是经常是这样子 就如果有一桌人啊 十个人八个人的 吃饭之前 你可以把这个 酵素瓶子打开来 一人分他们两个 这是很好的时候 可以借机 可以降低 同时又可以 照顾到朋友 大鱼大肉 之前给他吃这个 给他们酵素 我们这个效果相当好 每个人都愿意拿过去吃 一个这样子 实际上平常他们也知道 酵素的好处 但是很多人就没有这个习惯 所以这是一个蛮好的 做生意的事 太好了 看大师把这个 做生意的秘籍都告诉我们 每次大餐钱 每人发上一粒 两粒的酵素 大家一定 看市场的好的方法 我之所以提到 有三大的酵素 这么强调 因为刚才我说了 打这个酵素的科学家研究 获得那本讲问世以来 可以说市面上 开始生产各种各样的酵素 甚至我经常 我们团队有伙伴 或者有朋友问 什么所谓的酵素桶 大家可能也听说过 如果你们再遇到 类似这样的伙伴们 我们今天的讲座就非常有用了 这些酵素桶是什么呢 就是把一些的水果 洗了切了 然后加一些糖 发酵 发酵出来的 就成为所谓的酵素 好危险 所以这个 而且这样做出的酵素 我们大家知道 真正的是霉吗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它已经不是霉了 它只是一个 变质的 发霉的水果 所以大家如果懂得这一点 谁在让我们买随意的酵素 水果发酵的酵素 我想 别提不花钱了 别提花钱了 免费给都不敢吃 因为我们通过这种 发酵出来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 我们 先不说这个水果上的农药了 就是它肯定一些的 有害的菌 最后发泄了出来 把有害菌 实际上是这个繁殖 有害菌加倍的繁殖 这还真的早死的流行了一阵子 家家都不敢做 好恐怖 所以这个 不过现在好像 这风潮过去了 不过还是提一下 这真的是 这真的是 千万不要自己弄 是这样的 而且国内现在还有做的呢 我认识的人 就是它周围的好多人 用酵素桶 做酵素呢 水果酵素呢 就是说的 无知者无畏呀 这真是验证了这句话 无知者无畏呀 所以这个质字酵素 实际上它是通过发酵的 这个菌珠 你根本不能 那个控制 而且呢 它的安全性 可以说 它里头的 梅菌呀 细菌呀 亚硝酸原呀 甚至甲醇呀 太可怕了 它实际上 就相当于 我们把一些水果放烂 没有大的区别 但是好多人 他不懂得这个道理 他认为这么一个缩料桶 而且那个 酵素桶就是缩料桶 就能够让它 制作出生产的酵素 您说这就是 无知者无畏 非常可笑 也非常可悲 你讲到这一块 我忍不住 又要分享了 永桑拉的故事 好 因为永桑拉当年 这个酵素出来以后 就非常 卖得非常好 就是很多人定 那结果突然之间 有一天 我们收到一个通知说 我们停产酵素 结果就是 大家很纳闷 怎么会停产 而且 一停停了好几个月 一直讲 back order back order 结果很多人就问我 Danny's 你到公司去问啊 这酵素怎么来啊 怎么回事啊 那公司 当时也没有 好像是很快的出来解释 就 反正有一段时间 结果我到公司去问 我说公司出来解释 他说 因为我们身材 酵素的其中有一个成分 是海边的那个螺旋枣 那个螺旋枣呢 在我们采购的过程当中呢 不能符合有 SANA的制药标准的 采购标准 所以 所有近海的 藻片全世界 都被污染了 所以我们净化 没办法净化掉 所以公司这样 无限制停产 然后直到我们找到 安全的 这个原料 或者安全的 替代品 我们才会重新生产 这是让我 当时是相当有震撼力的 因为 当时如果是一般的公司 保健品公司 或者做酵素的公司 它如果暂时有一个 有一个成分 是受到一点点污染 你照做 你不告诉别人 别人也无从知道 有SANA就是自觉 就是这样 在品质上面 它不可以有任何占物 所以有SANA的 华智博士的坚持 也是我们的幸福 所以直到他找到 这个安全的替代品 然后他再重新 做出来酵素 改良性的 所以这个 这也让我 非常佩服有SANA的 这个 不像一般的商人 是那样的唯利是图 所以这个事情 让我非常感动 所以 刚刚讲到这一块了 我情愿真的是 有这么好的高尖端的产品 有SANA做出来 还要去自己做干嘛 而且我们活到了 这高科技时代 而且在这高科技时代里面 真有人以这种标准 在做给我们 我们还自己去弄干嘛 好 谢谢您的补充 谢谢您补充 实际上我们 真正的这个 煤的教素的检测 非常严格 所以这种自制的 怎么能做到 这么全的检测 这也是我给大家 总结的一个表格 好吧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足以的 检测的煤相 不在这里就不说了 我们如何选择 既然市面上 有这么多的教素 我们如何选择 我们首先要选择 副方的教素 因为这个副方的教素 可以更好地 维持我们体内的平衡 而且呢 它绝对不会产生 任何的教素的副作用 同时能够自然地排除除白 同时要选择 没有任何防鼠剂香料的 而且呢 一定要选择幸运好的 有强大的科研能力的 研发团队 而且有高科技的 这个技术环境量 工厂一定是GMP认证的工厂 这除此 除了有三纳之外 好像还没有见到别的人家 能达到这个标准 就是没有 因此如果大家 对今天的这个教素 各个方面 能够有全面的了解以后 我们实际上 最好的医生 就是自己了 我们最好的条理 就是用教素 用教素 教醒我们的健康 让我们不生病 让我们能够长命 就是百岁人生 有精彩的百岁人生 因此呢 教素就等于治愈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教素是生命成人的可能 我们即使有了卫生素 矿物质和一些内病例相关的激素 但是如果没有教素 生命就根本没有办法一转 教素这种疗法 现在他有人已经就专门用教素治疗疾病了 他叫做教素综合疗法 已经是治疗慢性病的最大的利器 希望 对 希望在座的朋友们 听到今天的讲座以后 能够从此开始重视教素 尽早的给自己和家人 抓紧用上小处 如果还没有用的 抓紧用 如果您已经用了 那么恭喜您 您是聪明的 智慧的 您一定要坚持应用 最好不要听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作用 好 谢谢大家的收听 今天的关于这个教素的介绍 就到这里结束 好 谢谢卢比老师 今天还有三位老师还没有发言 你介绍一下 然后我们请三位老师来分享 好 我们今天这三位老师呢 是非常棒的 我们团队的三位非常棒的老师 我现在 首先先请这个化碟 我们的红宝石 美女红宝石 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那个 他有一个 对 他有一个 我还得 好 好的 谢谢卢比老师 谢谢 你那儿就能上传你的那个图片了 你那儿因为Post也能上传 好的 我现在呢 谢谢丹尼斯大师和卢比老师 谢谢伙伴们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我那这个分享其实是我从小到现在 以来的这种经历 刚才卢比老师在讲座的时候 我就把相关的这个结合上 我说真的都对上了 我其实只是在分享我的身体的问题和改善 但是跟卢比老师这个都是对上了 我现在抓紧时间啊 我小的时候呢 就是妈妈也没有 因为大家都喜欢听产品的这个方法跟效果 所以慢慢讲 不及不及 好好好 谢谢 我小的时候呢 妈妈是没有母乳的 我有症状是每一次大便都会出血的那种 很严重的那种症状 曾经有一个阶段出现脱缸 就挺吓人的 应该是在上小学之前 有一次呢 我与孩子们一起在外面玩的时候呢 上厕所的时候 看到又是血又是脱缸 脱缸自己就吓哭了 这个印象我是忘不掉了 不好意思啊 这个我希望不要影响到大家的心情 但是呢 这确实是非常严重的情形 我想呢 就是说 让大家了解 就可能就是天生的这种体弱 这个是早期的这样一个原因 然后青少年的时候呢 就开始住校读书 住校的时候呢 生活营养是严重的不良的 所以虽然表面上呢 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 实际上最明显的感觉呢 就是个子 按说呢 就是个子是一代比一代要高的 可是我的个子 跟我妈妈是一样的高 我不比我妈妈高 我现在我的女儿 个子就像你家新一样 我现在也不高 所以有些人说 你们两个都不高 女儿怎么这么高呢 完全是因为这个营养的问题 这个是题外话 那么呢 接着就说到便秘 就是说呢 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出现变媚的 就是说在中国的时候呢 家里只有一个卫生间 我一进去的时候 家里人就只有在外面等我的份了 妈妈就在外面喊我 你在厕所过年了 就会这样 大家都嘲笑我 后来参加工作以后呢 就是在办公室 只要找不到我的时候 他们就会安排那个女孩子打字员 到厕所去找我 一准我会在里面 因为他们知道 找我 我中卫兵落床里找 找到女厕所找他去 一找一个准 所以那种感觉吧 就是说你边边的时候 你人会很烦躁 然后呢 你费的所有的力气都不管用 就是说 你感觉身体的废物 就死死的黏在你的肠道里面 肠壁里面 你出过来 那种痛苦真的是无法言 我说我只能说呵呵 所以后来呢 就出现了皮肤发暗 脸上长色白 我也呢 就自己呢 就大量喝水啊 吃水果呀 也都不行 就夏天的时候呢 有一个阶段呢 就是菠萝上市的时候 我吃菠萝呢 因为发现吃完菠萝呢 上厕所的时候 就特别爽快 后来我就大量吃菠萝 那时候是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分析呢 就应该是我们教育 那菠萝起了作用 对 我们有三大产品 有这个菠萝的 这作为一个重要的成分 再后来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就是代谢功能下降 人开始发胖 那个时候也不大呀 都还没到啊 大概也就 接近30岁的时候 人开始发胖 还加上眼上又长色白 就是女性嘛都爱美 对吧 就是自己很不满意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就去做健美操啊 靠出汗啊 做瑜伽啊 靠出汗来减肥 运动 所以刚才 刚才Ruby老师分析的时候 我也是连接上了 就是那个时候应该是 这就是代谢教授 身体上是缺乏的 对吧 再后来就出现了胆结石 胆囊结石 所以出国之前 我30多岁想怀阿宝 怀不上的 留不住 怀上的留不住 一直到40出头的时候 做了胆囊 切除腹腔筋的这个手术以后 就身体干净了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 很快怀了阿宝 所以说身体系统 它是一个密切相关的这样一个整体 所以呢 我刚才就是 Ruby老师这种分析 我个人的就是连接上 他说缺乏教素 影响性功能 其实是也是影响怀孕的 那么胆囊切除 大概6年以后的话 我出现了口口烧心的这种症状 就是说朋友们 如果说我们是正常的消化系统 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是口舌生津的 当你正常人口舌生津的时候 你感觉不到 可是呢 你当你有了这个消化系统的问题 你有了口苦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在跟你讲话 我的嗓子就有点点苦 那感觉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那个口腔里面出来的那个叶是苦的 所以我回头发一个就是 那个时候我凌晨起床的时候 那个舌苔的样子 那个舌苔的跟现代舌苔的这种对比图 就是稍心起床的时候 那个舌苔是厚厚的白色 甚至是一种深绿色 很恐怖的 曾经有一度呢 我早晨起来的时候特别困难 为什么呢 就是烧心 越到天亮的时候越难受 滚身烧到酸一晚起不来 夜里面会被自己哼的那种声音 就那样哼自己不知道 然后就自己醒了 惊醒了 它是在烧着你 你自己是夜里面的时候那种 胃酸的反流 那时候呢 就是想起来 就是说这一夜下来 我的食道就是这样被反流的胃酸 浸泡烧住 食道不到了 食道就会是食道癌的这种患者 所以说挺恐怖的 我查了网上的相关的知识呢 就是要换特殊的这种 可以抬起来的 抬起床头的这种床 或者是用枕头靠着睡觉 然后我就去找美国的医生 晚上会食道你留 对 找医生的医生给我开 美国的医生开综合胃酸的药物 我就吃了一次以后就是想吐 特别难受就再也不愿意吃了 怎么办呢 我就是有一个阶段呢 我就垫着两个高高的枕头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不烧心了 我还挺高兴的 我说好这是一个好办法 可是当我睡到半个月的时候 肩膀和脖子都不行 除了这个睡觉的痛苦以外呢 一夜下来就是清晨起床的时候 为你有一股食物发酵的气味 从咽喉里面泛出来 所以早上起来你根本不想吃早餐 中午时间 那个吃饭的时间到了的时候呢 一家人围坐在餐桌上等着我呢 满桌的菜肴摆放在那里 等着我一点食欲都没有 我的话就大家都习惯 怎么又吃饭了 我食物还没消化呢 我吃不下呀 所以这个就是刚才 Ruby老师说的教化教肆 这个是他刚才分享的时候 我连上的 我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我在吃 我只是分享我这种经过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很悲观 这日子过得还过啥呀 夜里面睡觉 不能放松躺下来 白天的面对美食 你不能享受美食 你还希望有什么样的生活质量 你说呢 这些老天爷不是什么大毛病 但是这些都是很烦人的这些事情 对 那个时候感觉这个福气 就要被老天爷收走的节奏 就是这么感觉 有一段时间我先生回国了 我一个人在家里陪我的阿宝 早上七点钟 把娃送上校车以后呢 我就疲惫不堪 到什么程度呢 一个人躺在沙发上面 楼都不上了 就直接在楼下的这个沙发上躺着 就是昏昏沉沉睡 一直到下午 接近三点钟 你知道美国的孩子就两点半 两点四十七 大概快到三点的时候 在校车在门口下车 你就听到了孩子的声音很清脆 还有把自己惊醒了 哎呀我怎么睡到现在啊 不想吃不想喝不想起来 越睡越难受 那个时候就自己呢会自己对话 就说我怎么这么累了 我也没有那么老呀 到底是怎么了呢 所以一直以来呢 我为了脸上的色斑 还有就是 就是这一切的问题呢 就在市面上也没有少选择 护肤的产品 护肝的产品 排毒的产品 但是效果都不好 因为我知道这个皮肤 大家知道皮肤是由类而外的 你消化排毒这整个系统出现了问题 你的脸上怎么会干净呢 直到我认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